聚領亞活動人士指責政府軍星期三在首都大馬士甲附近發動的襲擊當中使用化學武器,襲擊造成幾十人喪生 總部指英國的聚領亞人權瞭望台說,聚領亞軍隊向東窩塔和西窩塔幾處地點發射火箭彈 該組織引述當地活動人士說政府軍使用了油毒氣體 聚領亞反對派組織、地方協調委員會亦表示,在星期三的襲擊當中使用毒氣 聚領亞當局否認有關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的報道 在聚領亞發生暴力事件之際,聯合國化學武器檢查員在聚領亞執行為期兩個星期的任務對之前發生的事件進行調查 聚領亞政府和反政府武裝都指責對方使用化學武器 небthat便明顯示出現了 聚領亞軍隊,融化學武器 第二次,明星期間,外科學武器 聚領亞軍委員會員會長的一名 聚領亞軍隊